阿里巴巴女员工 怀疑被上司性侵事件 内地公安调查后说 没有证据证明事主曾经被强奸 上个月底 杭州阿里巴巴的女员工 声称被逼出席应酬饭局 饮醉后被客户性侵 并且在事后发现用过的避孕套 西南市公安局扣留两个男人 说他们涉嫌犯强逼委屑罪 但公安的通报 没有提及找到用过的避孕套 又说没有证据证明 当晚发生强奸 而是说疑犯在网上订救之后 第二天早上才送到 结果疑犯取走凋器 又说闭路电视片段证实 饭局期间没有人被逼喝酒 两个疑犯有强制 毁善女事主